王铁锤这盘棋又给老大爷气勾呛 天天这样下棋 这有点太费大爷了 我都怀疑哪一天公园里面 他再也找不到一个老大爷跟他下棋了 铁锤呢 摆了个中炮 他是走了个炮八平五 那老大爷呢 摆了个顺炮 铁锤急的呀 就反复的跟你讲不要走顺炮 不要走顺炮 顺炮必败 你老大爷怎么就着不听呢 老大爷说我一定要赢你一盘 证明顺炮可以 那红旗跳马 黑旗跳马 红的处直鞠 黑旗高横距 红旗还是选择了一手聚八禁六 其实这招聚八禁六不是正招 红旗啊 一般的都是挺兵 或者说上马 均衡的开动子力 黑旗呢横距过攻 红旗赤足压马 这属于一子多洞 这种旗呢都严重的违背旗礼 黑旗 进鞠捉炮 试探红旗的硬招 骚扰一下 红旗高炮 黑旗 黑旗再捉 那这个炮不能再躲了 打鞠 黑旗挑变马 红旗呢送兵 黑旗吃掉 红旗再飞向 红旗这个送兵飞向上马呢 这一系列的手段 就是围绕着这个黑鞠做文章 让这个鞠呢 打在打鞠的这个过 打击黑鞠的过程中 快速的把子力出动出来 走到这儿 以前的黑旗啊 出现过平鞠 禁鞠 这些下法 都输了 这次呢老大爷啊 他平到这边来了 因为他害怕 红旗走一招 泡一瓶漆 那黑旗呢就上马 黑旗进足吃马 红旗呢选择一手对桌 黑旗来了一招 泡八瓶漆 这招旗看似很精妙 打着马 吃着炮 好像红旗要丢死了 但是呢 这个炮瓶的这个位置 恰好呢又遭到利用 怎么利用呢 红旗呢就来了一个 先旗后取 上马 现在啊打着鞠 那他就把这个炮给吃了 那红旗呢恰好一个进马踩霜 老大爷看我不怕呀 你吃我的炮 我已经这么一个 一个已经吃到嘴里了 我还进去吃你的马呢 那红旗呢就把炮一吃 黑旗呢就把马一吃 红旗呢 再把马一吃 双方啊 现在啊 一番交换完之后 那这个 巨马炮 巨马炮 大子啊一模一样 黑旗先发动进攻了 来了一将 他以为来一将 红旗不敢补个六路式 底下有沙 以为红旗啊 只能补试 以后呢 他再往下冲什么的 他以为就占优了 没想到啊 铁锤在这里走得非常凶残 直接啊就来了一个空头 还打过去了 气空头 那老大爷看 你这巨都不要了 我这一将把巨给你抽了呀 你这边江义军 即便是在沙士一将 我可以补个四路式以后 老江跑到这边来 你又抽不到我的巨啊 老大爷看乐了 以为报仇的机会来了 他就来一将 就准备抽鞠了 没想到啊 铁锤补一个十六金五 当你再过来抽我鞠的时候 红旗啊 来了一个帅五平六 这招旗非常妙 他也说是解杀还杀 下一招平一将 你补四路式 我杀一式 你老江又出不来了 但是走到这儿 黑旗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你要想解杀 你只能是平隔炮 折住镶头 那红旗把鞠一吃 也就完了 老大爷呢 也不管那么多了 零死前 吃一个 把鞠一吃 那红旗呢就一将 你要补个六路式一吃 老江又出不来 补个四路式那也是一样的 杀一将 出不来 绝杀五解 老大爷给气得呀 这眼看要赢了 要赢了 突然间风云突变了呢 谢谢大家